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朋友林,我今天又来了,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平时我们大家都会有的一件东西,大家猜猜这是什么呢? 当然是手机,就像林手里拿的这部手机,大家看,林手里拿的这部手机是中国产的特别有名的那个品牌,华为,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,接着林要跟大家讲的是,首先我们要展示的是手机的前面, 也就是手机的屏幕,嗯,我先把手机屏幕打开,给大家看一下,这是我们手机屏幕,嗯,大家先看一下,这里呢,是让输入密码,用为屏幕,屏幕锁上之后呢,需要用密码打开, 那林这里呢,给大家说一下,那大家看一下,现在呢,已经打开了,这是手机的屏幕,嗯,接着呢,是看手机的背面,手机的背面呢,大家可以看到,手机背面呢,是有摄像头的, 这里有12344个摄像头,以及一个补光灯,手机的背面有4个摄像头,一个补光灯,那大家要看的是,呃,我的手机和图片上手机的区别,图片上这个手机呢,很显然,它只有一个摄像头和一个补光灯, 接着,我们要再看的是,图片上的手机,侧面有几个按键,这里有两个按键,它的按键呢,应该是用来调节声音大小的,那林手机上呢,是有三个按键,大家可以看一下,就是这里有两个按键,就是这里有两个按键, 有大小,声音大小,以及这里,这里还有一个按键,它是用来调节,用来打开手机屏幕的,比如说,我这里按了一下,大家看到了,我按这个按键的时候呢,我的屏幕就亮了,接着我们还要看的是,手机下方,这里是用来充电的,也就是充电口,充电口,就像林手里这个,呃,哦,对了, 这里也有可能,这几个口呢,这几个洞呢,也有可能是手机的外放,也就是声音,发出声音的地方,比如说,像林手里这部华为手机,这里几个孔,就是声音从这里可以发出,那这里呢,就是充电口,充电口,接着,我们看一下 于是,我们需要,我们需要,我们用手机的时候呢,就像林刚才说的,哦,首先需要把手机屏幕点开,也就是,让手机亮起来,亮起来之后,我们输入手机屏幕的解锁密码,这里输入解锁密码, 输入解锁密码之后呢,手机已经解开锁了,解开锁之后呢,这名男士,开始拨打电话,拨打电话,那,就像林手里这个,哦,我这里需要拨打电话了,拨打电话,大家先看一下,嗯,我要拨打电话的话呢, 肯定是,肯定是,肯定是这样子,大家看一下,这里,哦,好像不太,呃,因为反光比较厉害呢,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,这里呢,大家可以看到,这里有一些数字,我可以去,呃,选择我自己要拨打的电话号码,然后去拨通, 因为我的手机呢,它是可以安装两个电话卡的,所以,可以任意选择用哪个电话卡,去拨打这个通电话,接着,拨打电话,拨打完之后呢,我同时呢,我可以用手机还干什么呢,当然是,发信息,发信息的话呢,是需要用短信,也就是,我可以用短信, 给我朋友发信息,比如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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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选择在这里发送信息,哦,还是有点亮,在这里呢,我可以发送信息,发送信息,嗯,同时呢,我也可以用我的软件发送信息,比如说,在中国, 我们通常有一个软件,我们通常有一个软件,也可以发送信息,这个软件呢,叫做微信,微信,那可能呢,很多朋友呢,可能不清楚微信是什么,那林在这里呢,用英语告诉大家,微信,也就是平时我们会听到的微chat,微chat,所以呢,就是,这个就是微信,这个小绿色的, 这个绿色的小图标,这个绿色的小图标,这个绿色的小图标,它就是微信,微信,所以呢,我们也可以用微信,发信息, 接下来,哦,接下来,哦,接下来呢,这名男士呢,他在看自己的微博,也就是自己的个人主页,那通常呢,像这种社交软件呢, 我们中国的一些社交软件呢,通常有一些,像微博呀,还有这个抖音呀,呃,还有这种像微信的一些朋友圈呀,呃,等等,这些都可以在上面发布自己的,呃,个人信息呀,或者个人爱好啊,包括小胡书,这些软件,都是中国的一些社交软件, 接下来呢,呃,我们还可以用手机干什么呢,当然是,那,呃,除了打电话之外,我们可以用手机拍照,拍照,就像林这里呢,林跟大家说一下,大家看一下,这里可以拍照,大家看到了吗? 这里可以拍照,同时呢,除了拍照之外,呃,除了给别人拍照之外呢,也可以选择自拍,自拍的话,我可以这样子 第一个姿势,耶,这个就是我们平时会,大家看一下,他在自拍,然后,除了自拍,拍照之外,当然了,也可以录视频,也就是可以录制音频,视频,就像我在这里打开,打开之后呢,我要选择的是, 那,那,我需要选择的是,呃,点击这个小红点,持续录就可以了,那除了录视频之外呢,我们还可以用手机听歌,听音乐,大家看这名男士在听音乐,为什么呢? 他在公交车上,一定是很无聊,我们通常都会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呢,在车上呢,打,呃,去听音乐,打发时间,同时呢,我们有时候呢,也会去玩游戏,玩游戏,那这个游戏呢,是我们中国很多年前呢,比较流行的一款游戏, 我们叫做肖肖乐,肖肖乐,这个游戏其实现在好多人都不喜欢玩了,那,还有什么呢? 还可以,手机还可以,查地图,也就是,当我不知道路的时候,我当然需要找地图,找到地图,然后输入我想要去的地方, 比如说,这名男士,他想去附近的咖啡店,于是他输入了咖啡店,然后开始找,找到了,哦,原来这里有咖啡店,然后他在这里,所以他就知道了如何去咖啡店, 然后,我们还知道,手机还有一个功能,那就是日历,日历,这个日历呢,他有阳历,也有阴历,就像我手里这部手机,我给大家看一下,我们的日历, 我们现在呢,日历,大家看一下,嗯,看得不太清楚,那我给大家讲一下,现在的日历呢,他其实是,呃,阳历的八月二十四,二十四号,那所以呢,我们通常呢,呃,会看阳历的时间,同时,手机也可以查看天气预报,天气预报, 也就是说,我可以通过手机去查看,哦,现在多少度,哦,现在二十七度,然后呢,包括空气质量如何,明天的天气是多少度,还有,呃,空气的湿度呀,紫外线呀,等等啊,风力呀,这些都可以查看,这样的话呢,就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多便利之处, 接着,我们还发现了,哦,当我用了一段时间,我发现我的手机快没电了,也就是即将没电的时候,这里电量是有提醒的,它的电量只剩百分之二十六了,所以,它需要去充电了,于是,它找到了充电器,充电器一头插进手机的充电孔,另一头插进, 电源的插进,这样的话,我们就可以给我的手机充电了,所以,我们今天关于手机的一些功能呢,大家听明白了吗,哦,嗯,希望大家呢,都能好好使用自己的手机, 然后呢,当然,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喜欢自己的手机,好了,关于今天的手机讲解,先讲到这里,我们下一期再见,朋友们,拜拜